那么现在这个地球可以说到不清净之极 到极处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呢 到根源 人心坏了 也就是地球上的居民 心地不清净到极处了 于是整个山火大地都不清净 多少年前 我们听到一个新的名词 保护环境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这个名词 听说保护环境 也不过就最近五十年 五十年之前没有听到人讲什么保护环境 那换句话说环境还相当好 中油污染不严重 没有人提出保护 到环境染污严重 就有人提出要保护环境 要环境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词 我就想了 环境有物质环境 有精神环境 精神环境跟物质环境是有关联的 如果精神环境要不保护 物质环境是永远不可能感染的 这是真的 天天讲环保 疏忽了精神的环保 就是清净性 这个是否了 今天的科学家懂得了 物质从哪里 物质的基础是心灵 就是你心里就起的念头 那是物质的根本 那念头坏了 物质环境当然坏了 这我们用科学家的想法 念头好 物质环境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无量珍质环境 无量珍宝所成 那你会有灾难呢 看到这一句 暗落过是清净本性之所 惨是灾难过是清净的 我说明天天提起来 是烦恼习气 严重污染 之所成就 这都坏了 好像我记得有科学报告 往后的地震大概都是八级九级的 六七级是小地震 还可能出现超级的大地震 现在地震平反了 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现象 历史上没有这种记录 往后我们大家统统都能看到 今天是三月末了 三月二十六号 四月五月看看 会不会有更大的地震出现 有严重的灾害 我们离地震这个地方很远很远 一样也受到灾难 谢谢大家